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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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是想要 哎呀 不知道什么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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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其实我在这部剧里面的角色呢 是 一个 八 八卦 一来做家房呢 很八卦到没有朋友的角色 就是很欠打的角色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两父子呢 就是我的邻居 那我常常呢 会就是八卦 他们的一些事情 生活琐事啊什么什么 都好像跟我有关一样 所以我每一件事情呢 都会去 就是去偷听啊 或者是 露营啊 等等 就是做这些 很八婆的事情 那至于我自己呢 还有我老婆 那一路来 大家都是 蛮有形象的 老实讲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 超没有形象的 好 那我觉得是 我活了这么多年 脸部肌肉 动作最多的一次了 好 整部剧里面都是 必须 气情丧脸 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坏蛋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 厉害妒忌啦 然后整个是 小心眼啦 然后总是要陷害我的邻居啦 然后就是 非常八卦 跟我老婆就是 天生一对 一个 很犯贱的一对 就是很惹人讨厌的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好的 因为就是 就是我们 去尝试一个 从来自己都不敢豁出去的 一个角色 大家好 我是尹亮 我在这部电视电影里 饰演的角色是 网红彬彬 那网红彬彬呢 他是 已经 人气下跌 然后 腹皮越来越多的一个网红 性格是一个非常 拽的 然后觉得自己是那种 高高在上啊 只有就是万人之上那种 其实这个角色呢 跟我本身的性格是 呃 相反的 我个人 平时都是比较 文静那种 就很 很难拽起来 然后 很感谢 呃 导演拍摄过程中 一直 指导我 然后引导我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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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 来 拍摄 激 GD 哈哈 搭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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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诗宇 我是满静 我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唐帝嫂 我是饰演三唐帝 一个有钱人的老婆 精烈 其实应该不是来拜年吧 是来炫耀的一个角色 好奇你啦 他的好奇你啦 我不是没有打过来就是不会打球子 不是很厉害啦 打球不是很厉害啦 他会还能进去 来 下巴 小巴 来 下巴 下巴 来 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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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芒 天气那么热 再一口 清凉解渴 出门拍摄 必备凉长 景玉堂 新年要到了 到时候记得 大家可以写老大优的一起 来收看我们这一部 新年音乐电视电影 二师兄的 初一十五 那大家记得要留守在 RTM2